大家好,欢迎来到妈妈Fishing Cuisine,惠妈厨艺 因为菜园里种了意大利瓜的缘故,最近的确吃了不少 今天来做一款超级简单又健康的意大利瓜藜麦鸡蛋饼 首先来准备一些材料 今天我要用藜麦粉代替常用的面粉 给这个鸡蛋饼营养加倍 这是泥麦粉,Costco有麦 如果你手上只有泥麦,没关系 用搅拌机把泥麦打成粉就好了 我通常只用有机泥麦打粉 因为有机泥麦通常是预洗过的 泥麦粉可以一次多打一些,放到面食罐里 谁取谁用 我用了两个意大利瓜,先将瓜擦成丝 如果你没有这样擦丝的工具,用刀切也可以 尽量把丝切细一点就好了 意大利瓜水分含量很高,但做蛋饼不需要那么多水分 加一点点盐,搅拌一下 放置5分钟,可以逼出更多的水分 利用这个时间将香菜切末 当然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任何其他香料 像葱,欧芹,百里香都不错 放置5分钟之后,意大利瓜丝出了这么多的水 用手将瓜丝挤干 我的这两个意大利瓜挤掉水分后有350克重 放入香菜末 再打三个鸡蛋 加一点点胡椒粉 还有泥麦粉 注意我并没有再加盐 前面在意大利瓜丝里已经加过盐了 现在把所有材料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始煎蛋饼了 在平底锅里加些油 我喜欢用一个大号的冰淇淋勺咬面糊 这样蛋饼大小这是我喜欢的 全程都用中小火煎蛋饼 一面煎的金黄就翻面煎另一面 很快这个意大利瓜尼麦鸡蛋饼就煎好了 介绍两款蘸料 这个是在Costco买的泰式辣椒酱 酸酸甜甜的 只有微辣 我觉得搭配这个意大利瓜尼麦鸡蛋饼特别合适 另一款就是希腊原味酸奶 这个蓬松的 充满了意大利瓜的清香的蛋饼 和希腊酸奶综合在一起 吃起来很有回味 这款意大利瓜尼麦鸡蛋饼 可以在一天三餐中的任何时候食用 做法简单快捷 营养也特别丰富 大家有兴趣就试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